头滴滴不乏一语 而四日晚间原本想要离境 结果在桃园机场被拦下 原来这对夫妻就是 涉入中国间谍案的 中国创新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 向心以及妻子 拱亲也是中国间谍 王立强指控的中国间谍高层 内心是非常激度的 我非常激度恐惧 王立强判到澳洲 不仅揭露北京曾经涉入操纵台湾选举 更点名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创新投资 就是被大陆共产党高层所用 而创新投资的董事长兼执行长 向心56岁江苏人 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工学硕士 妻子拱亲也是创新的替任董事长 而向心本人曾任职于 中国军方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但王立强爆出间谍案时 向心夫妻就刚好在台湾 巧合的时间点被国民党立委质疑 根本是阴谋论 他们一切都是阴谋的连环设计 不管人民多讨厌他 不管他们施政执政多么不好 在这次大选用各种方法 他们还是可以赢得胜选 韩国瑜脸书更质疑 中国间谍都可以拍沙龙罩 那其他国家间谍都可以裸奔了 痛凭民进党企图影响台湾选举 也让民进党不满回击 韩国瑜常常在说什么都听不懂 澳洲媒体也是由蔡英文主导 那我建议蔡总统应该改选宇宙的慈禧王 而不是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美国的国务院也做出报告 说全球被假讯息 被中共所介入的假讯息 攻击最厉害就是台湾 蓝绿持续护杠 而涉及间谍案的向欣 以及妻子拱卿 25日晚间以违反国家安全法 移送北检侦办 间谍案持续成为蓝绿阵营的 大选攻防战场 欢迎新闻记者综合报导 全球被冲蓝绿地